冬病夏至三浮艾久,应该怎么操作? 三浮天时皮肤从里开泻,一体代谢旺盛,因此古人在三浮天贴药,药性最容易由皮肤渗入血位阴落,起到了疏通经络,调及脏腹,治病强生的功效。 这就是最近这些年夏天最为火热的养伤方式,贴三浮天,答案是肯定的。 其实之前的一些文章里,也说过这个问题,冬病夏至,除了三浮天与借助阳光的坠光玉之外,最好便利,好操作,效果又很好的,手推爱久,三浮爱久,和不同的身体问题,应该选用不同的血位进行爱久。 下面明星见像,把几个比较常见的身体问题,所需要用到的学位,帮给大家。 哮喘,治血肺鱼,高黄,过敏性鼻炎,治血肺鱼,高黄,脾胃问题,治血肺鱼,中暗,天书,足三里,腰腿痛,取血圣语,腰阳光,足三里,爱事学,三浮爱久具体用法。 每年时数应该出服,中服,目服第一天的上午十一时以前此时洋气生饭,时数为佳,每次爱久,尽量能时间阴长,使得热感有局部传导到更大半为止,临续爱久三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近news.xyz过去更多相关资讯。